每个人应该都想过自己死了以后的情况和样子 我们是否会去到天空中的某个地方 那里等待着的是我们已逝的家人和朋友呢 我们会转世成其他人 动物 植物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又或者是那边什么都没有 在死后这个时间点上 没有人可以确切地说出自己的意识或者精神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如果可以呢 纽约大学格朗医疗中心的一名医生 山姆帕尼亚就发现了一些证据 证明了人的身体在死亡之后 你的意识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那这是不是证明有来世的存在呢 科学能否为意识的存在提供证据呢 一般当人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 根据心肺标准就被视作是临床死亡了 死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心脏停止跳动之后 就无法将富含氧气的血液和营养运送到全身各处 从而导致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停止运作 现在心肺复苏技术和除颤器的出现 让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逆 而且目前科学上已经证实 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 你还有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被抢救回来 超过这个时间 一部分脑细胞和脑损伤就变得不可逆转了 就算能被抢救回来 多半也会变成植物人 但是最近一些医学上的研究发现 大脑会在心脏停止跳动后 五到十分钟内停止运作是不对的 他们发现 一个人的大脑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 甚至可以持续运作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 于是科学家们就在想 如果这样的话 那当一个人被宣布临床死亡的时候 他的大脑还在干什么呢 为啥还会保持运作 或者说这个人的意识 是不是还在做着什么工作 这是科学家们试图去解释的一个悖论 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人才算真正的死亡 到底是心脏不跳了 还是大脑不运作了 或者是没有意识了才算呢 什么是意识 意识到底存在在咱们身体里的哪个地方 不可否认是你的意识让你成为你 它虽然是大脑的产物 但是我们完全不能确定意识到底在哪里 难道在脑神经之间流动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意识吗 科学家们对此做了无数个实验 发现当我们有思想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通过神经细胞 发送化学信号和电信号 所以思想和意识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科学家们认为 我们的意识可能就包含在其中 就是在大脑里面的各种细胞和化学物之间 那当大脑停止工作之后 我们的意识去哪里了呢 山姆博士跟他的团队就试图在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想 我们的意识需要多少个脑细胞来维持 是一个脑细胞就够了 还是需要数百万个脑细胞才能维持我们的意识 山姆博士认为 需要数百万个脑细胞似乎不太可能 如果意识真的存在于数百万个脑细胞里 试想一下 每次当咱们因为熬夜受伤 失去一部分脑细胞的时候 那同时我们也会失去一部分意识 这听起来就太奇怪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想的话 意识应该是不存在于我们任何一个细胞里的 这就意味着 一个人就算失去了所有细胞 他的意识应该还是存在的 医学上的研究表明 在一个人临床死亡后 意识还是会在这个人的身体里 或者身体周围待上一段时间 因为临床死亡不像咱们开灯关灯 一下就灭了 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身体各个部分的器官和组织 才会真正的停止工作 这意味着死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死亡现象是完全可逆的 从技术上来说 今天有很多患有心脏病的人 可能在大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心脏停止跳动了 按照过去的心肺标准来说 他们就已经死亡了 但是现在的医疗技术 还是能把他们给抢救回来 那他们算是死过呢 还是没死过呢 于是科学家们就在想 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很久 已经死了 然后又因为某种奇迹 这个人又活了过来 按道理说 这个人应该是不记得 他死亡期间的事情的 不过情况并非像科学家们想的这样 有很多科学上的医学报告表明 人们在他们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 是有着清晰的记忆和体验的 通常有这样的说法 相信你也听说过 宾死的患者说他们 死亡的时候能够看到明亮的光 为什么这么多死去的人 都能看到明亮的光呢 一些宾死体验的人觉得 这就是他们死后世界的开始 因为差一点死亡 所以他们才能溃探到一点死后的世界 而宾死患者看到光 只是其中一个现象 还有更奇怪的现象 让科学家们无法解释 有些人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抢救过后 医生会宣布抢救无效而死亡 然后让助理收拾手术台 手术结束 结果患者在被送往停尸房的路上 醒了过来 之后他就责备医生 自己明明还活着 就放弃了对自己的抢救 他说他还记得医生叫他助手的名字 以及那个助手最后在收拾手术台的时候 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医生肯定不能信啊 这种情况下 医生马上把他那个助理叫过来 合适情况 结果发现 这个患者说的那些细节一点都不差 就好像当时做手术的时候 他也在旁边看着一样 还有相当一部分 宾死患者都说 在他们死亡之后 会有一个类似向导一样的东西出现 而这个向导的样子 因人而异 但是根据描述 这个向导的作用 都是对茫然失措的患者 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告诉他们接下来要干些什么 近些年来的实验研究也发现 在人体彻底死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这个人的大脑会有明显的能量波动 这个波动要大于咱们平时思考的时候 大脑的波动 就好像是大脑在执行一个未知的过程 为什么执行这个过程还不知道 这个过程完了之后 意识跑哪去了也不知道 不过这个现象似乎也从侧面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病死患者能在死后 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 看着医生在努力的抢救自己 也许我们的意识是以一种尚未被发现的能量形式 离开了我们的身体 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 但这确实是科学家们做出来的初步假设 而且濒死体验的各种现象 不会受到地区和年龄的限制 山博士就采访过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因为心脏骤停死亡 而被抢救了回来 三岁小孩是不会受到任何记忆干扰的对象 不过这个小男孩也告诉博士说 我死后我看见一盏明亮的灯 这就和很多成年病死患者说的十分相似 都是看到明亮的光 小男孩还说 奶奶来看我了 告诉我会没事的 男孩口中的奶奶 就像很多患者描述的那个向导 就是介于这么多类似的现象发生 而且还是在不同年龄阶段和人群中发生的 科学家们就觉得患者口中的冰死现象也许是真的存在 而且根据这些冰死现象 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意识根本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意识只是因为某种机制被困在了咱们的身体里面 山文博士认为咱们的意识很可能跟大脑不是一起的东西 意识很可能是脱离大脑存在的另外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是一种类似于电磁波的东西 只不过它可能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的能量波 不过如果意识真的是一道能量波的话 其实倒是有助于科学家们观测到意识 因为能量存在的方式有很多种 主要分成有形的跟无形的 有形的咱们直接就能看见 像火啊电啊之类的 无形的我们也可以间接的看到 就像科学家当年发现黑洞一样 黑洞本身是观测不到的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观测黑洞周围的物质运动情况 来推测出黑洞的存在 意识也是一样 如果意识是到能量波的话 那它肯定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只要观测到意识周围的事物变化 就可以推断出意识体存不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山姆博士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属于无神论者 而且他也一再强调 他的实验数据并不能证明有来世的存在 他收集这些实验数据的目的 就是想去了解 人死亡后意识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过同时他自己说 希望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 找到这些宾死经历的真实性证据 另外他的实验数据还表明 经历过宾死体验的人 性格都会产生明显的变化 假如这个人之前很刻薄 那么他之后就会变得对身边的人很有善 根据报告显示 这些人都会变得更喜欢帮助其他人 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不管你相不相信来世 科学家们都在寻找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即使身体死亡 意识仍然存在 虽然人们现在无法解释 宾死体验的各种现象 不过世界各地似乎都在记录着 各种年龄阶段的宾死经历报告 可能我们身体的死亡 并不是意识的终点 那小伙伴们是怎么觉得呢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伙伴们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